大家應該都清楚 我們是來自香港各大的教育團體 每個人都長期在教育界裡面 站著自己的崗位 也就著很多教育議題 作為代表 以一個溝通的僑良 從學校的層面 去到教育界的層面 和教育局進行反應 就著教育界值得關注的事 我們經常都聚首在一起 我們參選的政綱 多數都是從比較宏觀的角度 從多元、尊嚴、穩定和發展 提出了八點 今天呢 既然我剛才所說 我們向記者朋友 再做整個層面 然後去到具體 從中學、小學、幼稚園 以及特時教育幾方面 每一個層面 我們都提出最需要 最急需解決的六個問題 容許我先介紹一下 在整體方面 我們覺得 是要推出實質的政策和措施 應對生源不足的危機 其次呢 就是急切和各辦公室團體 教育團體、學校議會 和學科團體等進行諮詢 去聽取建議 就是當著我自教徒 第三呢 就是設定方案 去實質支援 教師和校長的專業發展 其次呢 就是簡化學校行政程序 釋放學校教育空間和時間 給教師更有效地照顧學生 第五呢 就是提供實質的支援 去協助學校和教師 推行公民和法治教育 最後一點就是 制定長遠的規劃 去發展香港 多元教育獨立的優勢 使香港成為大灣區 和亞洲教育的樞紐 在幼稚園方面 我們期待政府 是增加每名幼稚園 學生的單位資助 其次是 增加幼稚園制人口 師生比例 由目前的1比11 改為1比10 不包括副校長和主任 第三呢 就是增設幼稚園行政人員的職位 第四呢 是調整教師薪酬範圍的上限 並提供專款 專用作為教師培訓專業交流 以及代課教師的津貼 第五呢 就是加強支援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誘徒 去到最後一點就是 增設幼稚園的校舍 去解決業界承受高租金的困難 在小學方面我們有六點具體的 就是第一 就是全面落實 並執行政府已接納的 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專責小組 報告的建議 去改善小學的中層管理人手 以及理順小學校長和副校長的薪酬架構 第二就是全面落實執行小班教學政策 去制定短中長期措施 應對未來人口的變法 第三是加強得育和國民教育 師資培訓和管理人手 增握有關學與教的資源 重視一國前提 落實兩制初衷 第四是發展小學科技 體育和藝術教育 加強相關的專才培訓 值以應對未來社會的需要 達致全人教育 第五是全面落實執行 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專責小組 檢討報告中的建議 去推動學校配合有關工作 以為及不同需要的家長和學家 最後一點就是 深入檢討和修訂現行的資助小學質例 以應對新時代的教育生產 在中學方面 同樣有六點 很具體的就是 我們希望是第一 增加師生比 改善師生比例 值以提高對每一位學生的照顧和啟動 第二是 因應學生的人口變化 規劃和定定短中長期的計劃 第三是提供額外教師人手去負責統籌學校的STEM教育 改善提升和支援學校在STEM教育的發展 第三是 第四是關注學生在學業 情緒和精神健康方面所面對的種種複雜問題 有效加強系統化 例如醫療、學校、社區的支援和協調 第二是 來協助學界、商界、科技界的聯繫 去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 去提供不同的實習、體驗、境內和境外 去托寬學生的眼界同視野 還有一點是 深入去檢討和修訂現行的教育學校資助之例 在特殊教育方面我們也有六點 第一是 優化特殊學校人手編制 例如小學部中層人員的編制 放寬特殊學校中小學教師互調和聘任 限制及統一中小學部的教師職級 第二是 優化現時特殊學校教師的培訓安排 第一是 以對應特殊教育的發展需要 第三是 去檢視和優化現時特殊學校教育的 校舍的標準教學設施 第四是 檢視各類特殊學校的班額 第五是 檢討特殊學校校舍部 製造學生生活人均的面積和設施 最後一點是 深入檢討和修訂現時特殊學校的資助之例 以上 由整個層面去到幼稚園小學中學特殊教育 總共有三十項 都是我們十三個人共同關注 我們明白 要教育局 要整個特區政府 去解決問題 一定要分輕重緩急 所以我們決定將以上的問題 以誠問卷 去希望發給前線的同工 去共同抓出最急切需要 政府方面去解決的事項 然後我們向當局反映 所以今天來說 借助各位 希望能夠作出呼籲 我們問卷 稍後就會推出去 希望前線的同工能夠回應 以下第二部分 就是我們歡迎各位傳媒的朋友 就著以上我所講的 又或者就著你們所關注的問題 我們作出回應 多謝各位 請傳媒朋友 提問之前 講一下自己機構的名稱 還有在提問的時候 最好不要連續 提問超過兩條問題 麻煩 我們早晨明報 想問一下教育警衊 就是剛剛部長長 也受了訪問 就說如果有需要 看到人在座的話 就不會太脫會殺效 判效都願意這樣做 這樣你們看 會不會都覺得整個教育會很不安 對於未來的情況 還有會不會如果接下來 行列選特首都希望參選人 是會有些承諾 去穩定到整個業界 例如未來的行列是不實效 這樣才會支持他們 另外就是政府最近都表明 有市政策表是不可行的 聯盟是怎樣提起呢? 因為特首的問題都不是 他參選的時候 甚至說都會去談 去確立這個政策表 但是現在說不可行 會不會覺得是一個走數 還有教員會不會一直登取他做這件事 如果林泰現在做不到的話 其實會不會影響他登取電影呢? 謝謝 或者一個一個問題這樣回答 因為剛才你提到三個問題 有時候我都記不完 如果記不到的你就再問不重要 就是說我都希望 由於上一次記者會 我們想想 我們都不要習慣一次過聽三個問題回應 你一個問題我立刻回應你 第二個問題不要緊的 因為時間都充滿一下 首先就提到教育局長 提出這個建議 當然這個是官方的一個看法 但是我覺得如果假如 是教育局正式去決定 人口一路就減了 所以有殺害的情況出現 不可避免的時候 我希望他能夠慎重一些 因為人口的發展 就不單單只是香港本身 有時候也看到 內地本身 會不會有一些 內地的居民 而居來香港 也就是說我們在現時政黨當中 過去人口的表現 是趙增趙減 如果教育局掌握到這個形勢 去作出一個決定的話 當然就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呢 要他對於那個人口的 除了本地人口的 出生女的掌握之外 是否都要頑固內地的 色情學童會來香港的情況呢 這一點 其他呢 就請教育局 教育局請教育局 好 麻煩你了 請記者問到 我先回答一個問題 關於郭佑志願 可能是很有錢的同工 可以先回答一下 講到剛才提出 郭佑志願無准的說 有可能是需要殺效的 這個問題 我們都很認真會談過這個問題 我覺得香港的教育 其實無論美國的政策的設定 或者解決方法 是多元的 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覺得首先 我們從一個很學習官的角度去看 其實我們都很便宜 教育局或者法官政府 是要設定一個 是按住學童的人口罩增罩減 有時候我們一看 現在是減的 那你怎樣 但是它馬上又會爭呢 因為大家看到現在學童 有一些消息又會回流 對不對 所以怎樣設定一個 躁爭躁的 有短 中 長期的 一個長短的規劃政策呢 我覺得教育是應該要設定 並且要跟我們認真相好 然後公布出來 我覺得習思廣誼是帶動多元的決策 至於有些學校 究竟是否 就是 它不是 就是 一個犯學的問題 老實講 有些學校 它自己 就是覺得 我需要結束的 我們又不可以 硬硬說 你不如不要結束吧 這樣 那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覺得 就長遠一個的 就是說 要面對 因為香港是國際城市 而且香港是 真的有問題 那 就怎樣 罩增罩減的一個 長遠的一個政策 是需要的 而解決方案 我覺得都可以是多元的 那 這裏都匯入了我們的 就是很重要的理念 我們希望能多元 我們希望專業解決 教育的問題 就是 不是一個 不應該有一個政治的方法 解決問題 然後是一個專業的方法 解決問題 還有 我特別是想說 就是 我們是一定要面對 兩樣東西的 就是 無論你那個 就是 所說的政策 或者我們突出的影片 那個 短短長期的 短短長期的 就是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是要以學生為本 第二樣東西 我們是要專師做教 我覺得是可以回應到這樣的 很重要的理念 香港命令的教育方向 我就這樣說 我們先來 好嗎 看看有 有關幼稚園教師的分手架構表 有關幼稚園教師的分手架構表 教育局已經提出 在現階段是不會去推行 這一點我們和幼稚園的方面 當然也都充分了解 確實是 能夠爭取那個教師的分手架構表 是業界多年來的努力去爭取 但事實上去到落實的期間 包括業界在內 也都同意 香港幼稚園的教育是很複雜的 就是那個校社的規模大小 所處的地方 但是一下子在現階段去執行 確實是正如教育局所提出的 有困難的存在 所以我們談論的時候 似乎都有一個共識 沒錯 這個幼稚園教師的分手架構表 這個長遠而言 一定要平下來 但是現在最急切的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教育局應該去投放多一些資源 為幼稚園每一個學生的資助成本去提高 這樣來說 就是站在幼稚園各類的學校 都有得到好處 以至到幼稚園的教師 也都得到資助成本的提高 而獲取更加比較理想的那個生產 我看一下其他幼稚園的校長有沒有回應 我看了幾個方便了 我看了幾個方便了 都是在長遠來說 業界都希望有個新級表 現在業界都希望好像以前那樣 都有一個新級的依據 不是強制性 都是一個依據 還有就是有一個上限那裡會調高 當老師轉工的時候 他都希望有那個保證 可以認可他以前的資歷 專業方面 這幾方面都是可以優化 還有是有一個依據 還有因為現在好像那個資助單位調整 沒有跟那個MPS公務員的伸展調整 去調整的 他們是跟那個生育指數 我們經常都說 不是跟豬牛羊去調整的 是應該跟老師 如果公務員有調整的伸展調整 他們都應該我們的資助單位 在六成那個教師的部分 都是應該根據這個調整 那就對我們業界的專業性的方向 是認同和公平的 好 下一個問題 一個一個問好嗎 方便回應 小鵬強 剛剛說到會不會覺得是就不熟 大聲點還是大聲點 聽不懂 林泰在政綱都會寫到說要做這件事 但現在任職都做不熟 會不會覺得是就不熟 影響了抵日支持 可能支持會變成任何人 即是對民主的意見 我過去這樣看 在施政報告或者在政綱裡提出來的事情 當然就是在那時那一刻 自己希望能夠做到的事情 但在事情往一路發展的過程當中 會出現很多特別的變化 這是無可避免的事情 有些地方是不單止做到 做到100分 101分 有些來講是未必做得成功 要往後繼續努力 我相信包括我做校長在內 我都會有時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補充少少 我也覺得 我們怎樣才有一個專業決定 正如各位媒體的共同 怎樣才有一個專業決定 我覺得 要有三方面的意見 才能夠走不走數 這個我看 幼轉教師的新層 應該是從三方面去看 即是格局表 第一 我們用了一些研究的數據 這個研究不一定用數字 我們問過有錢的前任者 包括經營困難的校長們 校家們、老師們 乃至家長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說 接著有個倡議 究竟教師新籌表 是否幾年前 不過的看法和現在有沒有變呢 第三個 我們覺得 我們有沒有實踐的經驗呢 實際上 現在的新籌表 很業界 當然 幼稚園可以補充 就是有沒有新籌表 是有不同的意見的 所以 如果我們的聯銀 我們要照顧 幼稚園的所有持人者 但是我們需要為應 是要學生為 究竟幼稚園的質素 和那個新籌表那個 刮刀在哪裏呢 我們不能夠不去理會 所以 我們是講一個留言 就是這件事 我們都無意 是講誰誰走不走信 我覺得 這個不是我們教育聯盟 專業的一個意見 好 下一個問題 好 下一個問題 你好 RTVB 不好意思 想就著 你們剛才提出 不同的建議方面 我們都見到 有比較多都是說 落實一些不同的報告 以前一些研究 提及拿出來的報告的意見 還有大部分都說 要檢討不同的可能 可能新籌表 或者是人手安排等等 但是我們暫時都見到 一些很實質 很具體的新建議走出來 即未來諮詢員完結之後 可能有一些首要擺上來的議題 你們會不會做多一些的研究 或者一些實質一些 或者是更加深入的詳異 遞到政府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落實到 建議成為你們 可能是未來立法會議員 或者是一些特首的一些要求 對於我們提出來的建議 當然是在現階段當中 能夠我們所有的資料 譬如比例 政府自從特首上來之後 都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 就着教育的问题去提出 宣察小组 各个消息都出了 有些我们亦都是基于广泛的咨询 而弥定出来的政策 这些政策当中 我们觉得在某一部分来说 是非常急追的 但是现在又未能落实到 我们就再提出来 在这里来说作出一个要求 希望政府能够落实到急速追追 另外来说我们刚才提到 在各方面除了整体 以至到各学习阶段的六点要求 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都觉得在现时这个时刻 这六点都是非常希望能够尽快解决的 至于你说如果三十项 要求政府一下子去作出回应的话 当然我们会提出上去 但要立即解决的话 亦有可能是要有缓急前后 所以我们才提出 不要将我们十三位意见 作为一个最终的意见 然后去广泛地将我们的看法 然后放给前阵的老师 除了那六点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 比如有些老师很具体需要的什么 所以我们会收取一些意见 我们如果是 可能的话 我们收取一些意见之后 我们再次记者会 就将我们收取一些意见 认为哪些是真是 全港的同工 具代表的一些重要的议题 我们会首先 很强烈地向相关反映 甚至乎 因为我们的职责 知道我们是 如果当选的话 我们是具备了权力 去提名 及选举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 变成了我们就会就绝了 正如我们正当所所谓 我们一定以教育为先 他们有担当 有远见 肯负责任的那些候选人 作为我们投票的对象 谢谢 你們對於特首 你們心目中 會否希望他們做到甚麼 去看看如何應對這個情況 現在何不偉然 大家都應該拿到的資料 就是香港出生的人口 以至到色靈學童 一直下降 下降當中 造成我們非常關注的一個重點 就是 無論是幼稚園、小學、中學 生源都是面對著一個收生困難 在這個情況下 政府是應該怎樣做呢 站在一間學校 或者是一類的學校 是無從可以自行解決 這是需要政府 作一個較為短、中、長期的規劃 所以我們經常在很多地方都提到 短、中、長期的規劃 是很重要的 只有政府 從那個較高的點 宏觀地整個 整個教育政策以外 整個政府去看的時候 才能夠作出一個比較上 是合理的方法去解決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我們暫時不知道 什麼時候通崩關的 我們不知道 在大灣區 以照中國內地當中 會不會有色靈的學動 我們現在對我們不知道 政府可能會知道多少少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香港政府和內地政府 大家互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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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一些事情 然後適時公佈 我相信對於我們 去研究教育 或者提供意見的人 就會比較具體一些 你們兩個人 補充一點 補充一點 首先就是 TVB曾經提到 那個生意的問題 當然教育 當然是不能夠 與時俱進的 但是 不要忘記 我們教育 或者過去很長的時間 我們有些所謂的 我們都要把它明清 並且做得好 然後新是應該怎樣 剛才是招校長 都有提到 不過再補充一點點 就是說 我們未來的 其實都會用來的所講 未來的教育 局好 擺設特首 那個教育政策 應該是環繞的 是兩大方面 原來作出的規劃 第一 就是那個民意的資訊 所以我們十三個專員們 我們都很著重 問我們相關的越界 不論是中小特幼的越界 避免所有的問卷 是我們的專業 是提到的六點而已 不過 接下來 我們會繼續發出那個問卷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會有 未來一段日子 我們會有一個記者會 那個公佈的 那就是將那個 有可能新的 我們覺得可以行的 那就是 因為一定是要民意 和專業 是能夠結合並且平衡得到 而呢 那個焦點是真的要學生為本 和那個專師做教的 如果不是香港教育呢 繼續走下去呢 那個所謂的新意呢 可能是為新而新的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那剛剛提到呢 這個未來的特首是怎樣呢 我覺得呢 就 除了新而言之外的說 補充小姐說 其實香港的文創 和科創那個結合呢 我覺得是未來呢 香港的那個競爭能力呢 或者香港那個的 無論是影響那個 就 要跟學生交代 要跟家長交代 就是 都是要香港的文創和科創呢 是要兩條腿走路 而能夠清廢的 那這些呢 就都是需要特首的層次 或者立法的層次 然後是都問過我們呢 一些專業意見 和一個民意的調查 那這樣 好嗎 好 補充少少 就著 剛才大家 和不同傳媒 都關注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 我們想再重新 就是我們十三人組成的 這個教育專業聯盟 大家知道 現在最重要的那個工作 未來呢 就是如果 我們 當選了之後 我們的職責 其實就是去選出 提名和選出特首 和四十位的立法會議員 我相信就算 我們完成了這個很重要的市民之後 我們十三個人 都會大家很團結地 一起 一直關注 未來教育的發展 所以有些教育上 具體的政策 我們會再看看 現在接下來 例如特首 就是候選人 立法會 裡面的一些候選人 究竟會提出什麼 具體的政綱呢 是值得我們去支持 這個呢 就是 在現階段來說 我們都不會說 去具體到一些很細緻的 一些 具體的措施上面 就是要到時看看 相關友誼 參選特首 或者是立法會議員 我們是有這樣的 作用能夠可以發揮出來 另外 就是有關那個 幼稚園新級表 剛才我也回應一下 這個是一席業界 大家是 努力去爭取多年 在最近教育局 宣佈未能夠可以 可以接納到這件事 其實我們看到 是因為面對著 一個很重要的 政府的 那個財政的問題 大家知道 在面對這個疫情之下 政府的財政 是 用了很多 在那個 防疫抗疫 甚至是 來到 復甦經濟的層面 但是 這個是不是代表 就是說 未來我們 就不再爭取 絕對不是 對於教師的新級表 我們相信 我們一定 就是業界一定會 努力繼續去 潮著這方面 去爭取 做到這件事 最後 想說 那個縮班的問題 現在 業界裡面 是面對一個寒冬 其實 無論是大家 看到中小有 是 面對 未來有機會 可能所說的是 會縮班 殺後的問題 但我們很強烈地 是希望 這段時間裡面 特區政府 又是教育局 能夠更加明白 如何去做好 穩定業界的工作 這個是當務之急 我們更加希望能夠 在 對教師的 那個 穩定性 不是只是 我們說 我們絕對不是 只是 老師的職業上的保障 也是希望透過這段時間 能夠藉著 有這樣的契機 來提升優質教育 例如 未來我們 能夠可以 凍結 若干年 對這個 千華教師 進行一個凍結 若干年 而能夠可以 有一個空間 有一個人手 可以更加是專注去培訓一些 有關 專職 譬如講簡的 STEM教育 譬如 國民教育 甚至現在 有關 學生的情緒 心理等等 這些輔導 我相信透過這段時間 能夠可以去培訓更多 這些專職人員的話 對未來整個教育界 提升優質的服務教育 一定有莫大幫助 所以希望特區政府 教育局 也有前瞻性 而不是只是短暫性 或者是凍結一年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魄力 去做出一個更好的舉措 就是凍結若干年 比業界更加有一個穩定的心 好 下一個問題 教育專業 提出一個更好的措施 其實就是會不會 有些甚麼措施 會爭取到中央的支持 另外就是 就是 教育解散 所謂的利益 你們又會怎樣去幫教師爭取 會不會覺得 其實教育解散了 會不會選擇一件好事來的呢 還有就是 國民教育方面 其實你們會 提出一些甚麼措施 會不會這樣做 剛才《文匯報》這位朋友所提到的問題 我相信 即是我們作出的一些教育建議 你提到 怎樣能夠爭取到中央的支持 這個問題 我覺得 透過《季報》 或者是其他傳媒的報導 我相信 中聯辦本身 當然也會 關注到香港教育的發展 我們意見來說 應該是 都可以 透過某種間接的情況 他們知識 我覺得 在我們政綱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很強調 香港的教育 除了由香港的學界以外 其實是所有關心社會 各界的人都共同持有的 也就是說 對於香港教育的發展 包括前面朋友 包括中央的官員 當然關心香港的教育發展 如果我們所提出的建議 或者我們驅使到 將來 有至於在教育出選的立法會議員 有至於不能夠忽略教育 這個發展的特首 他一定都需要 就著我們的建議 去思考 甚至去作出回應 謝謝 補充少少少 剛才記者提問 我們現在專門的意見 如何去爭取中央的支持 我看 剛才我提過 一個提議 如果我們能夠當選選委 可能更加會 直接會影響到未來要選立法會議員 是影響到未來要選特首的參選人 但是 大前提 我覺得 我們提出的政策 提出的意見 一定要符合 我長氣少少說 就是一定要符合 學生為本 要專師做教 並且要確保 教育質素 是得到一個保障的 這三方面 如果我們的政策 是能夠有民意諮詢 也有專業共同參與的意見 然後達到 學生為本專師宗教 並且確保香港教的質素 是可以提出來的 這樣的話 我看不到 是特區政府 或者是立法會議員 他是不會採納的 如果這樣能夠符合民意諮詢 並且是有專業意見的投放 的話 特區政府也都設立 中央政府 他都沒有理由不設立 是吧 我覺得這個是 反而我們就真的要做到 剛才所說的 我們怎樣 我們為什麼十三個團體的代表 我們是走在一起呢 其實都希望能夠 採納到不同範疇裡面的專業意見 然後是反映出來 在那個政策上 希望能夠影響到 將來的立法會議員 希望影響到將來的 要參選特首的參選人 然後化為那個政策 的話 我覺得 中央政府 他沒有理由 我看不到 他會不止 這個 我覺得是 他所說的 我們確實是 以 學生為本 確實 我們是專資俗教 我們確實 是 確保香港家的質素 是能夠在香港 內地 擺設世界 有一席之地的嗎 教育專業聯盟 十三人組成的團隊 絕對是有廣泛的代表性 亦都是非常之 代表多元的聲音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 就是 香港的教育 正正是需要 多元和廣泛代表性 我們不會覺得 少了 某個教育團體 就會令到 整個香港教育 就好像發生了 一個非常之大的轉變 大家知道 我們教育聯盟 有不同的議會 教育團體 都代表很多 前線教師的利益 我們絕對 是會將 同工的一些 權益 專業 是會 非常之去關注 未來 我相信 我們會走在一起 去談談 如何未來 能夠為 我們所有的 教育工作 自己同工 能夠提供更多 有關權益 和專業上的 支援和服務 好 TV 想問一下 你們都知道 你們 教育界的選擇 最好一天 就多了一個參選人 去報名 其實你們 這一個13人評刊 事前是 知不知情 趙女士 會報名參選 其實是否出現一個 你們業界裏面 可能未能夠完全協調 至於 突然之間多了一個 參選人出來 還是 其實你們都知道 他之前都有溝通 當日你們是講過的 你們會怎樣提供 今次的選擇 我們當日去報名的時候 上午報名 趙曾學運 女士是下午報名 其實我們13個人 確實是有大家聚首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然後去代表著的 背後的教育團體 例如 尊中尊小 知識校長會等等 都是支持出來 我們一起去 目標就是 既然有13個位置 我們13個人 就代表著一起去爭取 希望能夠拿到全票 所謂協調的意思 就是我們各大議會當中 協調出門 有一個 最多有錢人方面 有三個 我們組成一起 我們有一個共同目標 並非整個解決 我們整個業界協調 我們事先 是不知道 趙女士 是會出來選的 但是不要緊 因為選舉 選舉 真的要選 現在有14個位的時候 我們就提供給選民 1750位投票人去選 當然從我們各部 希望這些投票人 都是選我們13個人 各一票 多謝 下一題 請問一下 如果我們入居學生 人會留下 大家會留下 他們的交通信 坦白說 這個數字 我們不掌握 但是 我們在學界裡 都聽聞到確實是 有些學生離開了香港 基於種種的原因 可能去到外地不適應 回來是有的 但是現在你知道 正如現在香港很多學校 學位是充足的 我相信如果他們回來 如果在學業的程度 或者就近的居所 那些學校有空位的話 我相信沒有一個校長 不樂意接受這些反而報讀的學生 補充一點 補充一點 其實上次記者都提過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有出有入 這是一個頗為不是第一次的 現在比我們想像中 即是說快要回流回來 香港的學校的消息出現 那不單單一份的報章補充 我們現實上都折述 真的有這樣的個案 也不是一間學校出現的 所以我們剛才都再提 其實教育應該要設定一個 學徒的增減 或者趙增趙減的 短、中、長期的規劃和措施 並且我覺得回流回來的 都是回到一個家 所以我們要對它作出一個 當然 校長說的觀念之餘 其實都要有一個 輔導的工作等等 因為它去到哪裏 那是有它的原因 我們從教學上 輔導、教導的角度 我們都要作出一個關懷 並且歡迎 好 如果大家沒有什麼特別問題的話 今天記者會就到這裏 好嗎 OK